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愿他能见他的偶像巴菲特老师演员 任菲特 加油 有帮我们总赏了 他肯定买什么股票 那个股票就觉得跌 而且任豪这个人就是他莫名的会有一种气质 就是感觉他像一个很有钱的大佬 其实他蛮中二的 因为我跟他一个室友 有的时候会说一些很傻的话 就像六岁的小孩一样 就看起来他很成熟 其实他心智年龙球三岁 其实我是后面才知道 我跟任豪大概在可能三四年前 其实就已经见过了 在一次节目的后台的时候 然后擦肩而过 但是我并没有对他有个影响 是后面聊天的时候才蛮的 所以就希望以后的路我们未完待续 上期是个表演戏的 没有故意 来这才任性 在日常生活中一些点点滴滴也好 包括他在发表他的感言啊 或者是在讲什么话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就是那个很慢的条思理 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 这种很慢很慢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算是很稳的人 因为我跟任总呢 是第一次就是熟起来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公演 是金钱测 然后当时 就是熟了智书不挺好 然后就是任总每天就叫我们去练舞 然后练歌什么的 就严谨起来 对 然后就感觉是我的老乘 因为感觉任豪就一副非常成熟 非常老练 非常大爷大叔的感觉 就让人感觉他是一个特别稳重 特别可靠的人 我好像没有看任豪有着急过 就一直都 嗯 嗯 没得死 没得死 嗯 就这种状态 这个疊疊疊里有很多话的 不懂为什么 他应该能感觉得到 哈哈哈 变化还挺大的 他现在就是每句话出来都是 就有点精句的那个意思 你知道吗 就是精句啊 是那个精 就是精华的精 精句 有的时候别人说一句话 然后他突然说出一个词的时候 就让我们所有人都震惊到的那种 显得语言熟悉者 是因为我进团之后四川话变多了 是因为我每次开口都跟任豪讲的是四川话 然后豪哥也是跟我讲四川话 叫名字吧 他叫我雷雷 然后我叫他豪哥 但是雷雷其实是我奶奶和爷爷经常这样叫我 所以他这样叫我特别亲切 因为我觉得任豪是在平常的时候 他是非常照顾人的一个豪哥哥 因为我就比较年人嘛 有时候就经常有什么事啊 找他他都不会拒绝我 就直接会跟我一起 对 比如说去动物园啊 什么的 哈哈 豪哥就像这个名字一样 我希望你能完成你人生的终极目 我也一直会在背后支持你的 加油 任总 希望你别再炒鼓了 买哪只鼓哪只鼓爹 到时候那只鼓就没有得赚了 希望你的股市永远只有红色 好怕 祝你学院有成 万事如一发大的财 可以演上你想演的小事啊 豪哥 在炒鼓的时候 不需要太稳我跟你说 富贵险中求 祝任总生日快乐 以后每一年 新的一年新的一岁 你的股票都会节节升高 豪哥 祝你的股票永远不低 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帅 对继续赛下去 越来越有钱 越来越好 希望好多 心底一水 越来越省力 然后身体要保重 我觉得 作为死穿了 还是死在一点 多赚钱 赚拿钱 好 想先跟我们的老干部说 多读书 多看报 少炒鼓 多睡觉 祝你生日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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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